二百零五集 姑娘在茶道上有这番见识,倒不像是 说到这里,店家自知不妥,忙住了嘴 墨清晨却不以为意地笑笑 不满老婆,小女子的娘亲,曾是那府中的私茶侍女 后来几元巧合嫁给我爹,一晃,也快三十年了 借墨清晨目光所望的方向,店家吃了一惊,半天才到 姑娘,莫非是要去投靠罗府? 墨清晨眼中闪过水光 小女子生来不幸,出生不久,爹就去了 几位兄长,当我甚多,自有就不甚情景 自娶了嫂嫂们,更是 娘亲的连钟前不放心,就告诉我 她以前在这府上时,有一个情同姐妹的好友,逐我前来投靠 说到此处,脸上闪过困惑 知识娘说,这里是莫府 怎么如今,变成罗府了? 小女子见了,就迟迟没赶进去 墨清晨看来,不过十七八岁年纪 这番话说得七处哀晚 店家不由动了恻隐之心,小声说道 姑娘,实话告诉你,这里以前确实是莫府 可就在二十多年前吧,莫家遭了行货 数百孔人,一日之间就不在了 当年那情形啊,真是吓人 就连那台阶上的十狮子都染成了红的 那时小老儿还年轻 炸见了暗红的血,顺着门缝往外面冒 都下滩了 城中的人们都猜测 这墨府以后十之八九就要成了凶宅了 可没成想,不过半月 这罗家就搬了进去 一直住到了现在 哎,如今啊 还记得有个墨府的老人 恐怕都不多了 店家说到这里 见小姑娘脸色下得煞白 不由嘱咐道 姑娘,听老婆一句劝 那罗府可是去不得 为何 墨清晨似乎下主板,愣愣问道 店家四处看看 这才压低身影道 那里晚上闹鬼 闹鬼 墨清晨吃了一惊 店家忙一手指放到唇边 滴滴道 噓 姑娘小声点 曾有个爱熏羊的人 高谈阔论地说起此事 谁知第二日就暴毙了 墨清晨流露出又精致又好奇的神情 那罗府怎么跟闹鬼法呢 据说是有一对父子半夜回家 经过那里 亲眼看到个白衣鬼影飘来飘去的 还听到哭声 当时那位上了年级的父亲就下瘫软了 当儿子挣着年轻胆大 往前凑了头 结果那父亲就亲眼看着儿子的头莫名其妙地掉了 脑子在地上一直滚到他面前 这事啊 假不了 那对父子还曾经来我这里喝过茶呢 哎 墨清晨一脸后巴 多谢老伯提醒 既如此 这罗府 小女子是万万不敢去了 老伯 这是您的茶钱 说着把几文钱放到桌上 店家看着墨清晨露出些不忍 那姑娘你去哪里呢 墨清晨笑笑 小女子会做些活计 去秀楼看看招不招人 墨清晨说着站了起来转身欲走 店家却把那几文钱抓起来塞回墨清晨手中 姑娘 今日之茶就等老伯请你喝的 见墨清晨欲推辞 又道 等姑娘在城中落了脚时 常来照顾小老儿的生意就是了 墨清晨暗暗感叹 凡事中朴实善良的人 到底比修仙界要多见 见着店家一脸诚意 也不再推辞 到了谢 转身离去 望着墨清晨渐行渐远的背影 店家叹息着摇了摇头 哎 又懂茶道 又会秀活 真是个好姑娘 只可惜 运到差了点 墨清晨随意找了个落脚处 决定天黑后夜谈墨府 闭目修炼起来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只运行了一个大周天 墨清晨就发现 夜色已经深了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 清点了一下今晚恐怕会用到的物品 换了声黑色净装 向墨府 看着已换成罗府招牌的墨府 墨清晨压下心中的不快 慢慢的向脚门走去 既然这罗家居住在洛阳城 一大家子人不可能只有修仙者存在 向来同当年的墨家情形差不多 府中日常之事都是由凡人打理 修饰等闲 不会出现在人前的 果然如墨清晨所料 脚门那里的守门只是普通人 此时正憨然大睡 憨身虽轻 落在墨清晨耳中 切入惊雷 悄无声息的从脚门进了府中 墨清晨发现府里变化并不大 那一草一幕停台楼阁 和记忆中相重合 墨清晨不由皱了眉 若说因为府中所占的那条灵脉 有修饰住进来并不稀奇 可就算是修饰 不像白人那样寄回这里是凶宅 想长久居住下去的话 总不可能就这么维持原貌的 一般来说都会按自己的喜好 重新布置 这样的情形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 罗府的人并没有把这里 当作真正的居所 可偏偏他们已经在这里 居住了近三十年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墨清晨只觉得自己年幼时的家 如今笼罩了层层迷雾 令他履不出头绪 对地形很熟悉的墨清晨 很快就走过外远 再往前便应该是罗家修饰 所居之地了 看着面前的月亮门 墨清晨挺下了脚步 他已经能感觉到隐隐的灵力波动 这月亮门定然是设了正法 来阻止外人进入 恐怕他前脚迈入 后脚腹中修饰就知道了 墨清晨心中虽对罗家很是好奇 更想查明白当年的真相 却知道以自己目前的修为 纯粹是奢望 当下能顺利地得到三前故土 就是万幸了 不敢使用飞行法器 墨清晨四下看了看 身形俐落地爬上一棵大树之后 也没有使用任何法术法器 只是把一条绳索 摔到另一棵大树上 双手抓着绳子 轻隐地滑了下去 墨清晨几位好友中 莫里洛对正法极为擅长 几人交流修炼心得时 会听他偶尔提起各种正法的特点 记得莫里洛提过 一般是于地面的防御正法 能够阻止生灵进入 而绝大多数对一定范围内的空中 起作用的正法 却只是有灵力波动的生灵进入时 静止才会被触动 比如修饰或药兽 至于毫无灵气的普通生灵 比如飞鸟之类的 就没反应了 墨清晨果然赌对了 他以神所相助 从一棵高树滑到另一棵 这样反复几次 便进了内院 从树上悄悄跳了下来 看着熟悉的内院 墨清晨苦笑了一下 恐怕没有几个修士 会用这种笨方法进来了 可有的时候 最笨的方法 反而是最安全的方法 没有任何迟疑 墨清晨悄无声息的 向当年爷爷的居所 养一院走去 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要知道 此时他虽没触动静止 却很可能已进入了 其他修士的正法之中 一旦被发现 那更加被动 没有施展欲风诀 还要绕过那些 明显有人居住的院子 墨清晨足足走了 小半个时辰 才到了养医院 望着养医院的院门 墨清晨只觉得眼角微湿 却顾不得感伤 小心地溜了进去 缩性养医院小而简单 灵气又一般 这里并没有住进人 倒是给他省了不少麻烦 墨清晨环顾小院 地上青石一旧 墙角老桃树上 粉嘟嘟的桃子 把桃枝压得弯弯的 树下的两把摇椅 静静地立在那里 落满了灰尘 可在墨清晨眼中 那一大一小两把摇椅 却没被岁月留下任何痕迹 仿佛不一会儿 就会有一位满面红光 笑声爽朗的可爱老头 牵着个小小的白山女孩 坐上去 一老一小 喜滋滋地喝起小酒来 墨清晨摸了摸面颊 触手冰凉 原来不知不觉间 早已泪流满面 他使劲咬了咬唇 这才克制了激荡的心情 轻轻走到桃树旁 弯腰取了一盆土 放入早准备好的瓶中 留恋地看了养医院一眼 向外走去 出了养医院没走多久 是个僻静的花园 这是当年墨清晨 偷偷练习眼力的地方 担心夜长梦多 墨清晨没坐任何停留 继续往前走 可就在此时 却感到有修饰的气息 再往这边靠近 而且这气息分两种 其中一种异常强大 结旦修饰 墨清晨脸色一变 快速闪到一个花架下 拿出一道灵影符 向身上拍去 能够隐身的符禄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隐身符 另一种是灵影符 隐身符能够把修饰的身形引去 可灵力波动却瞒不过 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修饰 而灵影符不但能引去身形 还能引去自身灵力波动 哪怕使用者是练习修饰 也能瞒过简单修饰的探查 这灵影符是墨清晨在遥光门中访饰 以两瓶明元呆换来的 当时那位同门手上也只有一道而已 想来是机缘得到 忍痛换取了更需要的丹药 万幸的是 修饰在自己家中 谁也不会闲来无事 拿神石扫来扫去 墨清晨未引深浅 也没有引起那位高阶修饰的注意 不一会儿 过真有两位修饰 走到了这花园中 其中一位黑山男子 就是他白日在门口所见的 那位病弱的年轻人 而另一位看起来 五十来岁模样的老者 却是一位杰丹修饰 玉成 最近可有什么线索 杰丹修饰难掩木齐的身影 落入墨清晨耳中 听得他心中一跳 莫非自己今晚 还能听到什么影音 进了瞬间 黑山男子的身影传来 玉成多方探查 不少迹象显示 觅食很可能会出自洛阳城 后一会儿 才传来杰丹老者 一声叹息 哎 若是如此 就是我们罗家的造化了 只是 你也不可大意 别忘了 除了洛阳城 还有几处 同样大有可能 万一到时候 密室出在别处 我们这数十年 就是一场空啊 再说 就是出自洛阳城 别忘了 洛阳城 还有花家 花家的背后是何人 我们心知肚明 他们可不是像 陈 欧阳二家那样 可拿捏的 206集 黑山男子 微微低头 高祖放心 陈家虽还在摇摆之中 欧阳家 却已有了投靠之意 再说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样的小家族所起的作用 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不必过于看重 若是密室出在别处 我们罗家这三十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绿城以为 那边总不会太过亏待的 杰丹老者点点头 绿城 你所言不错 无论如何 那密室 现世之日 恐怕就在最近了 到时候 我们就不必待在 这灵气匮乏之地 呵呵 那洛霞们 自作聪明 把手伸到太白玉那边 却不知 密室 最可能出现之地 就在他们眼皮的底下 黑山男子 同样一笑 更有趣的是 更有趣的是 玉成听说 洛霞门那边 至今把密室一室 死死瞒着 生怕其他三门八宗知晓了 来分上一杯羹 哼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物 好了 玉成 时候一晚 我先回了 结单老者说完 拍拍黑山男子的肩膀 飘然而去 躲在花架下的墨清晨 听得云里雾里 却隐隐察觉 自己听到的 恐怕是一件 非同小可之事 他拿眼 看着那黑山男子 只盼着 他快点离去 可惜 事与愿违 那黑山男子 副手被立 仰头望了一会儿明月 忽然 拿出一柄 冷光森然的长剑 随后 他一指弹剑 发出一声 清脆响声 捂起剑来 长剑舞动 莫千尘顿时感觉 周身环境 冷了下来 月冷风寒 草木凄然 忽然传来一声 悠悠的哭声 紧接着 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子 出现在半空 莫千尘怎么说 也独自走过不少地方了 哪怕这三更半夜的 突然冒出个 白衣飘飘的女子 赤着足 在半空中晃荡 也不至于吓一跳 只是这样的情景 确实诡异了些 当下屏住呼吸 眼睛眨也不眨的 盯着半空中的女子 仔细看了看 莫千尘 眼睛眯了起来 这白衣女子 浮在空中 仿佛没有一点力量 似乎来一阵清风 就会被吹散了死的 怎么看 也不像是个人类 只是 若说她是魂魄 又不太像 这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莫千尘明白 自己的见识 还是太少了 就是对鬼道的一些认知 还是因为爷爷的事 翻遍小竹风点击 才劣之一二的 可惜摇光的藏青楼里 只有三层以下 对筑基地次开放 那些高级功法 及记载旁门之树的预检 都在三层以上 以她目前的修为 哪怕是 结单修士的入室弟子 也是没有资格上去的 据说这个规矩 是为了避免一些 心智不坚的修士 过早接触旁门之树 而走了岔道 莫千尘猜不出 正有着人形的白衣女子 到底是什么 只得大忌不敢出的 躲在一旁看着 只盼着这黑山男子 赶紧走人 自己才好脱身 至于什么密室 落霞门乃至太白玉 这三者到底有什么联系 她并不感兴趣 说到底 就是利益之争罢了 如今自己灵药充足 修炼速度颇快 又得了冰交销这样的质保 修炼的心浮气躁了 还能到处立面 这种倒魔之间的利益之争 除非昏了头 采取沾染 只能说 莫千尘的运气 有的时候实在不算好 她心中祈祷着 黑山男子 赶紧走人 谁知那人 却似乎来了兴致 对着皎洁的月光 舞动常见 进入了望我境界 无奈之下 莫千尘干脆认真 看黑山男子 练起剑来 她没了迫切离开的心思 这一尽小心来观看 却看出点端迷 黑山男子的周围环境 似乎和其他之处不同了 好像能随着她的剑法而变 长剑快速舞动 寒光闪闪时 周围环境 似乎随之凝固 仿佛被冰雪冻住一半 长剑慢下来后 风轻月了 润舞无声 周围环境 又随之一变 黑山男子手中常见 仿佛已把这一方天地 笼罩在剑光之中 周围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 都在剑如人的掌控之中 莫千尘 陡然想起 卉山门时 和和欢宗修士的最后一站 当时自己 似乎进入了一个 用言语无法描述的玄妙之境 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此 仿佛周深一切 静在掌握之中 或是百花速杀 或是百花针焰 剑光笼罩之下 自己便是能掌控天地之人 思极此处 莫清晨脸色一变 当下再也顾不得遮掩 毫不迟疑地寄出冰焦霄 向空中飞去 果然 他刚已离开 藏身之处 就落下一道剑光 随后花架 一下子垮塌 是何方储备 黑山男子 冷然喝着 纵身追了上去 莫清晨 一边以灵力 催动冰焦霄 在空中狂奔 一边暗想 自己所猜果然不错 黑山男子练剑之时 既然蕴含了剑影 形成了誓 对剑影笼罩之下的周身环境 一切都能了断于心 就算自己使用的 是能瞒过 结单修饰的灵影符 也是无用的 幸亏自己当机立断 不然那人 正处在浑然忘火 身剑合一之际 发出的剑光 绝对够自己 手忙脚乱的 再引来那位 结单修士 就直接交代了 而现在 哪怕那人 是助击后起 自己有冰焦霄在手 也不愁甩不脱他 二人在半空中 一前一后 快速掠过 拖出两道 长长的顿光 洛阳城本就不大 这番动静 当机惊动了不少修饰 叔父 你看空中 一身蓝衣的欧阳海 抬着头 正见到两道流光 从半空 如流星般化过 一清一闭 绚丽璀璨至极 一旁的欧阳燕山 面色一变 喃喃道 缝隙功法 叔父 欧阳海有些不解 欧阳燕山 看着已归于 平静的夜空 叹道 海儿 我们洛阳城 偏居异于 几百年来 一直风平浪静 谁知这数十年 居然变幻莫测 就连叔父 都有些看不明白了 你看到刚才那两道 顿光的颜色没有 欧阳海点点头 海儿看到了 前面的顿光是青色 后面的顿光是闭色 叔父 那青色顿光 海儿明白 那修饰定人修洗的是 木系功法 至于闭色顿光 这么多年 却从未见过 闭色顿光 欧阳燕山 沉引了一下 才到 唯有修炼 风系功法的修饰 才会是闭色 而寻常修饰 能领悟一个 风系法术 都千难万难 想修炼 风系功法 那说明此人 必然是 风铃根 什么 变异风铃根 欧阳海 尸身惊呼 欧阳燕山 感慨万千的道 不错 想当年 我们洛阳城 出了个变异 兵临根 没成想 今日 就看到了 风铃根 海儿 不知你可有发觉 那两个修饰 散发的气势 明显是 筑机修饰 后面的修饰 乃是风铃根 速度能和 杰丹出其修饰 比肩 不足为奇 可 前面修饰速度 同样不比杰丹出其修饰 逊色 那就有些古怪了 欧阳海眼中 闪过厌线 欧阳燕山 看了欧阳海一眼 叹了口气 唉 事由反常 必为有 海儿 明日 你就以游历为名 离开洛阳城吧 舒服 欧阳海 哑然 可是今天白日 海儿已经和 罗家的罗亦成 约定好了 话未说完 就被欧阳燕山 打断 好了 此事就听舒服的 罗家的事 以后就由我出面 见欧阳海 面有不甘 欧阳燕山 拍了拍 欧阳海的肩膀 海儿 舒服 身为欧阳家族长 总要为我欧阳家 留下一脉香火 你别忘了当年的墨家 欧阳海 第二字 顿时色变 躬身道 舒服 海儿明白了 半空之中 两道流光 很快飞离了 洛阳城的范围 冰叫嚣 毕竟是法宝 墨青城 墙里催动 渐渐的 有些吃力起来 感受着身后 穷追不舍的修饰 散发的气势 墨青城 心中深移 奇怪啊 那人 怎么能有 如此快的速度 这样想着 不由回头 看了一眼 这一回头 墨青城 不由大吃一惊 那黑山男子 不但没有被他甩远 反而有渐渐 赶上之事 必死灵光 心念急转间 墨青城 心中一沉 随后苦笑起来 自己上辈子 是怎么得罪了 老天爷呀 这辈子 他老人家 这么玩自己 本来是那久稳的 脱身之侧 居然碰到了 便以风铃跟的修饰 这 这得要多倒霉才行啊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自己强行使用冰叫销 消耗灵力太快 但灵力耗尽 被那修饰追上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如此 不如奋力一搏 想到这里 墨青城忽然往下俯冲 急落到地面上 空中的黑山男子 见一只追赶之人 忽然下落 毫不止疑地跟了下去 此时二人所处之地 已是一片深山之中 可是也没心思 大量四周 目光都牢牢锁定对方 你是谁 黑山男子 身影凉如秋水 心中却有些诧异 所追之人 居然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 墨青城 心念急转 嘴上道 我是路过洛阳 偶然听说 城中有个罗府晚上闹鬼 就起了好奇心 忍不住去看了看 你以为我会相信 黑山男子眼中闪过嘲弄 墨青城叹道 唉 道友 我确实只是好奇 去看了看 你若不信 我也没有法子 坚墨青城 神情坦然 不死作为 黑山男子 却翘起嘴角 淡淡笑道 哼 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 今晚我们的谈话 你定然是听到了 既如此 那便留你不得 黑山男子 话音一落 手中长剑 挥舞起来 白女子 凭空而现 赤足 悬在男子背后 墨青城手中 青木剑出现 繁花眼目剑绝 同样施展而出 朵朵鲜花 在半空绽放 片刻 却被对方的阴寒剑意 搅得七零八落 铺天盖地的阴寒之气 向他袭来